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案 现在基因定序出炉 也证实就是JELTA的变种病毒 但是跟长荣基式的暗号序列不同 显示这是不同的感染源 有医生认为了 这恐怕已经传了三轮 甚至认为这是天大的坏消息 因为这代表着破口长期存在 好 现在还有网友惊呼了 说仿佛是有五月份 这万华案的既视感 好 当中的关键个案 我们要来看到 就是埃及爸爸这一家了 其中埃及爸爸案16160 更被认为是疑似的指标个案 但是目前有三大疑点需要厘清 包括这埃及爸爸呢 他返台隔离之后 三采因又转阳 但是其实他病毒量蛮低的 CT值是37.8 他还能够再传染给家人吗 好 另外是同栋大楼的护理师 又真的是被埃及爸爸一家人 所传染的吗 第三点是 如果这埃及爸爸一家人 不是源头的话 是不是代表新北市 早就已经有了隐形传播链 好 无论如何 现在陈时中也提醒大家了 一旦你出现五大症状的话 千万不要上班上课 应该要立即就医裁剪 新北幼儿园群聚事件扩大 班桥某社区四百人 送集中检疫 其中一例唯一境外返台 就是确诊幼儿的父亲 指挥中医说 目前无法证实 这名埃及返台的父亲 就是源头 将让三次PCR都阴性 后来儿子确诊 检验才又转阳 还有传染力吗 巧合的是台大医院麻醉护理师 跟埃及父亲这一家人 住在同一社区 有可能被他们这一家人传染吗 不排除新北早有隐形传播链的可能性 另外医师沈正南指出 这波Delta疫情可能从埃及父亲 一家人传给妻儿跟邻居 这是第一轮 第二轮则是幼儿到学校传给同学 邻居也会传给其他住户 而第三轮则是同学传给家长阿嬷 第四轮恐怕传出去了 至今还没看到案例 但是读物学家赵明威确证为 双北市没资格防疫步调不同步 因为台北市不是没案例 只是还没爆发而已 对于隐形传播链渗透社区 有不同看法 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 卓冠亭脸书发文指称 八月中幼儿园就有症状就医 却没有筛检 侯市长别再甩锅 侯友宜说针对八月的指控 没评没据 到底感染源是谁 这波疫情有没有继续扩大 厘清跟防堵更甚于口水战 记者综合报道